手持清香拜頭旗 清香插在頭旗頂端的葫蘆上 鎮藍宮副董事長鄭明昆 與繞境工作人員一同 進行束頭旗儀式 頭旗被請到正殿的龍柱上 此時午夜這一刻完成束頭旗 象徵大甲媽祖年度繞境 進入最後倒數 仔細看頭旗頂端有兩盞燈號 就是要傳遞繞境的動態訊息 四月五號深夜十一點 大甲媽祖就要展開年度繞境 起價盛況一路延續近年來 繞境氣氛一年比一年熱鬧 如果讓時間回到過去 這是五十多年前媽祖靜香 叫班扛著媽祖聯教走過西羅大橋 迎駕隊伍接力登場 當年也有頭旗與寶貝亞 但是寶貝亞當年的稱呼是這個 鄭蘭宮豎起頭旗 宣告媽祖繞境再過十天就要起價 連同隨行隊伍也抓緊時間 減整裝備 豎頭旗的儀式感 讓這場盛會登場前倒數 更有feel 鄭蘭兄台中作文報導